爸爸媽媽是哪裏人 爸爸德國媽媽波蘭 我在台灣出生長大 在台灣也25年 然後受一般的義務教育 就跟大家都一模一樣 會不會有些人比較不諒解 或是歧視的部分 歧視嗎?有啦 小時候會覺得有些人會叫我什麼 就是會叫什麼阿兜阿 我小時候很討厭這個詞 阿兜阿這個詞 因為他聽起來就有點食洋鬼子的感覺 阿兜阿其實就是多年了的意思 對對對 可是那時候小時候會覺得 就是你在叫我食洋鬼子這樣 然後我就會不爽 我就覺得不舒服 我就覺得受傷 然後到國中 你也理解到我就很負面 對對對 在你的成長的經歷 甚至到現在 你有沒有什麼 常常人家看到你會講的話 然後你覺得很煩的 剛認識不超過第三句 一定會有問我 下體的毛是什麼顏色 我就到底 就是你知道這個資訊 對你有任何毛用 對你來說 你覺得取得台灣國籍 對你來說重要嗎? 拿到當然是香阿 拿到還是香 一定香阿 還是香喔 只是食物上有點困難 食物上很困難 每次開場都怪尷尬 我的背景 對 就進口的台灣人 一句話 一句話 涵跨所有內容 OK 爸爸媽媽是 呃 哪里人 爸爸媽媽是 爸爸德國 媽媽波蘭 我在台灣出生長大 OK 然後在台灣也25年 然後受一般的義務教育 就跟大家一模一樣 OK 那你 那你爸爸媽媽那個時候 是什麼緣分來到台灣了 哇爸爸 這個 我一般會說工作啦 就是爸爸來台灣工作 因為他是電腦工程師嘛 那時候台灣的經濟需求 蠻大的 然後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好像是因為傳教 他在宗教的 就是 算在教會吧 就抽籤 抽到台灣 要來台灣傳教這樣 可是他傳教也不是怎麼去在路上騎腳踏車 那種 他是在 教會裡面 講課 這樣子 算是講師吧 牧師 這樣子 你小時候是在哪邊 生活的 我在算 我在台北出生 然後讀完幼稚園 欸 幼稚園讀一半吧 然後就搬去高雄 的人物 那時候算很鄉下的地方 就是我家門口就是田的那種 所以你的幼稚園是在人物 是在 有一半是在人物 然後接下來都在人物 到高中 對到高中都在人物 他就算是 他們那時候是說郊區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開門看到是田 那就不是郊區 如果以台灣人的標準 看到田應該是鄉下 對就是鄉下 你是什麼時候第一次意識到啊 你自己好像跟別人有點不一樣 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有一樣 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有一樣 就是因為大家 很明顯啊 那個眼光跟他們跟你相處的態度 甚至到現在 我在台 我敢說我在台灣 收到的就是民眾的福利 絕對比台灣人還多 就是我感受到的台灣的熱情 大部分你覺得都是好奇 還是說 會不會有些人比較不諒解 或是歧視的部分 歧視嗎 有啦 小時候會覺得有些人會叫我 就是會叫我什麼 我小時候很討厭這個詞 因為他聽起來就用你食洋鬼子的感覺 阿東阿其實就是郭文倫兒的意思 對對對 可是那時候小時候會覺得 就是你在叫我食洋鬼子 這樣然後我就會不爽 我就覺得不舒服 覺得受傷 然後到郭中 你直接理解到我就很負面 對對對 可能那時候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 台灣的 概念 我覺得身邊的概念是 就是講台語是落後的 所以你用台語叫我 我就覺得你是用落後的 落後的 聲音在叫我 就是你負面的連接感是比較強 對對對 那時候啦 阿當然到國中開始 我就比較常講台語 或是就比較常用 就對這個詞沒感覺 但是就換了一個詞 變成叫金髮妞 我是男的 你叫我金髮妞 他是可能從背影開始 沒有就我金髮 然後他們覺得 把一個男生叫成女生很有趣吧 然後會這樣叫 可是就是 一樣我會不爽 你有沒有某一個時刻 你希望自己跟別人長得一樣 到現在 都一定還是會希望 我可以 跟大家盡量一樣 但是 你現在還是會 還是會有這個想法 他應該已經根深蒂固的感覺 就是 我不想要不一樣 因為這個不一樣 其實造成我很多困擾 我的外貌 當然大家對我的方式 都不一樣 我可能 我感受到的社會 跟一般人感受到的 都不一樣 我就沒辦法 你可以跟人家說 你感同身受 但是 你真的感同身受嗎 就是有時候 台灣人 遇到一些問題 我怎麼就是可能 他們去行政 去銀行處理事情 然後覺得 銀行專員態度很差 然後我就可以說 我懂啦 我懂 我真的懂嗎 因為我沒有遇過 對我態度很差的 進去 我只要 我態度不差 他們對我一定是百般的好 所以你是外國人 這樣 那你怎麼 怎麼看你自己的 就是比較 對於比較內心的部分 一定會有那種 把我當外人看的感覺 我小時候應該也經歷過 有很長時間的心理煎熬 就是我不想要 就是我明在那邊長大 我憑什麼 是不一樣的 我憑什麼是要被 排除在外的 我明明跟你們在同一個地方長大 我已經經歷過這個階段了 可是因為 但已經過了 隨著時間 就 我也拿到我的永久肌肉症了 那某種層面上來看 我的身份已經被 算是被定義了 然後我也沒有生活上的問題了 那 我也就選擇 那些事情就讓它過去了 就不會去 過度思考說 我自己是 哪裡人 我屬於哪裡 我是誰 這樣 聽你剛剛講的經驗 我的感覺是 實際上 假設真的有一個外國 臉孔在台灣生活 在台灣人的眼裡 你很難是一個台灣人 那你的想法怎麼樣 對 你就是長這樣 你絕對不可能是台灣人 那你覺得需要時間嗎 還是說台灣很難去改變這個部分 相信人一定會進步 那我覺得 排除 就是 把刻板印象改掉這件事情 是屬於進步的一環 那一定總有一天會排除掉 但 可能真的要很久 可能覺得要很久 就是我們現在可能還在跟 我們還沒有 可能剛冒出牙 對 我們還沒有上去 所以 還要很久 所以我覺得 不要 就是不要太期待 你剛剛有講到那個刻板印象啊 那比如說就在你的 成長經歷啊 甚至到現在 你有沒有什麼 常常人家看到你會講的話 然後你覺得很煩的 剛認識 不超過第三句 一定會有人問我 下體的毛是什麼顏色 我就到底 就是你知道這個資訊 對你有任何毛用 應該是男生突然問這個問題吧 也有遇過女生問 但比較少 那你剛剛講說走啊 泡溫泉啊 我比較 我對在 在兩性關係這個 我比較封閉一點 所以 我就會跟他說 我最後都有同一一套 就是我每次對任何回答 我都已經有一套說法 就是 上半身是金的 下半身是黑的 你每次都要 一直跟別人解釋你自己 你會不會很累 有部分外國人覺得 這是困擾 但 我已經 就是 25年了 從來沒有煩 就是沒有覺得煩過 但是是會發生的 突然我每天 我昨天就被問六四了 我昨天還在數 因為 我都在台中 問六四是什麼 就是你哪裡人 你中文怎麼這麼好 然後就說我在台灣長大 那你不會膩嗎 就習慣啊 習慣啊 所以我昨天是難得 可能精神狀態比較好 或是難得出來玩 因為 大部分都在台中嘛 都在自己生活區 大家都 看到你就知道你是誰了 所以不用問了 所以我在台 我一來台北這邊 我 昨天就開始 我一下車 因為我開始就可能買東西 買碗 我一開始數 有幾個問我 我去六間店 六間都問我 六間跪台 沒有 五間啦 有一間是隔壁 順便問的 他在隔壁聽到 然後說 欸 你中文很好耶 這樣 從隔壁問過來 那你自己聽起來 你心裡的感覺是怎麼樣 沒差 這就沒差 你已經習慣了 如果是我 我八成也會問 所以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們要問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要回答 因為這是我的 我的社會責任 所以叫我長成這樣 對你來說 你覺得取得 台灣國籍 對你來說重要嗎 拿到當然是香啊 拿到還是香 一定香啊 還是香 只是 食物上有點困難 食物上很困難 甜蜜 好